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国防大学是一所隶属于大马武装部队的大学 除了提供升学的机会 更是培训军事官员的中心 不过国防大学在昨天却爆出了校园霸凌事件 一名剑袭军官 疑似遭到了一名高年级学长霸凌和虐待 用运斗来烫伤他的胸部 那通过照片呢也能够清楚的看到 受害者他的右胸膛 有着明显被运斗烫伤的痕迹 那这其实已经不是国防大学第一次传出霸凌事件了 在2017年的时候 一名21岁的海军学员名字叫祖法汉 他因为被指控偷电脑 而被人用运斗烫出了90道的伤口 最后他在送运后弃绝身亡 我们说回这宗最新传出的国防大学霸凌事件 根据消息人士向网络媒体独立时报揭露 这起霸凌事件是发生在上个星期 根据他透露受害者这张被烫伤的照片 其实曾经在学校的WhatsApp群组中流传出来 不过照片很快就被删除了 最后是在值班的教练进行例行检查之后 发现说受害者的身上有烫伤的痕迹 这才导致这起霸凌事件被曝光出来 消息人士形容那这起霸凌事件非常的过分 加上替受害者打抱不平 也担心说受害者可能会遭遇不幸 于是他才决定要向独立时报通报这起事件 消息人士也透露 有人说造势者只有一个人 不过暂时也没有听说 这个造势者他受到了什么样的处分 针对国防大学再传出 学员遭运斗烫伤的霸凌事件 那么武装部队是已经发表声明 证实这起案件 并且表示当局会展开全面调查 绝不包庇或者姑息任何的涉案人员 虽然在文购当中没有透露 有关案件和相关人员更多的细节 不过武装部队强调 一旦找到涉及的人员 一定会采取严厉的纪律处分 甚至可能会涉及到法律的追究 武装部队也呼吁民众 给予当局空间来进行调查 才能够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同时候当局也承诺 一旦调查结果有任何进展 将会随时的向大众通报 而首相安华呢 他将会在明天早上到访国防大学 不过安华说 他并不是因为这起霸凌事件 曝光之后才安排到访的 而是他原本就排定好的行程 那尽管传出了校园霸凌事件 但是首相的助理向媒体透露 安华明天的行程呢 将会如期进行 不会取消 那至于首相安华是否会针对 这起霸凌事件做出回应 那就要等明天的进一步消息了 这起霸凌事件做出回应 这起霸凌事件做出回应